胡州安吉九州昌硕广场 有一家唐凯发型设计 小郭说他是这里的老顾客了 6月30号跟朋友在附近逛街 刚好在美团上看到这家店 有烫发套餐 标价198元 当时他朋友请客买了单 然后烫完之后呢 耳朵就是有点痒 我在那边脑 但是我没有说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正常现象 出来之后就越来越严重 然后脖子整个就是红的 我回来就找了理发师 就当天烫完就过来找 对 但中间可能隔了一个小时 因为我出去了 回来找他 他说我过敏了 说这个药水比较便宜 然后他拿抓甲给我头发扎起来 说不要让我头发碰到皮肤 然后让我赶紧去买过敏药 回去之后我洗了个澡 然后那个水可能有一点点滴下来了 然后整个背上就开始了 就越来越严重 然后第二天 那吃了过敏药 我就没办法当回事 第二天去上班了 小郭说7月1号晚上实在难受 他在当地医院打的针 可第二天还是不舒服 连夜叫了车 从湖州赶到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检测后留关了一晚上 在3号早上办理了住院 入院诊断为急性巡马诊 小郭提供了照片 全身都有大面积的红斑 他说治疗期间排查了过敏源 就是常见的一些食物啊 或者猫毛啊 什么成蚌啊 还有什么一些比较什么菌 那些细菌是没有过敏的 然后后面我问医生 医生说那应该就是你烫头发了 因为你没有接触其他东西 去杭州的那天晚上 他说给我1000块钱 他也没有说赔偿 他说的是 这件事情过敏 是原因在我不在他们 他们出1000块钱 也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 跟他们的原话 然后我就有点不乐意了 然后去杭州后面治疗的期间 他也在帮我找怎么样 把头发洗干净这种东西 但是后面他就让我拿证据 说直接证明这个过敏源 但是全国没有一家医院 能够证明这一点 治疗的过程花费的就好 那应该接近5000这样 我觉得他要把这个医疗费 还有我来回这种交通费赔我 来到这家唐凯发型设计 店内负责人不在 记者电话联系上了对方 我们不排除这个烫头发 引起过敏的 不排除有这一个因素 也不排除 因为他得的是急性的寻麻疹 你知道吧 寻麻疹有这个精神因素 有个人免疫力因素 这是都有可能的 我们谁都不想看到这个局面 但是你得给我们出去 这个检验报告 到底是什么都引起的 你们这个药水我们能看到吗 先天我读完 药水 市场监督管理局 所有东西全部检测过了 他是主张赔偿那个医药费 希望你们报销 那你们这边 没有的 不可能 记者来到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昌硕所了解情况 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对唐凯发型设计店里的药水 进行了检测 没有发现违规情况 小国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88黄剑记者胡州报道 疫情 准备 你们优优优独特 hungry Ulf 你们优优独特